近日尼日利亚使用无人机打击了恐怖分子 很可能用的就是翼龙2插打一体大型无人机 耐人寻味的是 这个有消息就传出来说 说俄军可能派人员观摩了作战过程 并且和尼日利亚的军队进行了交流 难道说是俄罗斯对我们的翼龙也感兴趣了吗 欢迎来到张斌观察 我是张斌 尼日利亚军方最近就发布了这一次战斗的有关视频 宣布近期在曼达拉山消灭了100多名伯克圣地恐怖分子 尼日利亚军队其实发动了多次的攻击 使用无人机去投掷了激光制造炸弹 准确命中了一些车辆恐怖分子的武器 以及这些恐怖分子栖身的建筑 多名这些恐怖分子被直接就给炸飞了 地面的消息评估就显示 尼日利亚军队他投掷的导弹命中率还是挺大的 导致大批的伯克圣地指挥官和高价值的人员丧生了 另外有大批恐怖分子受到重伤 整个作战过程大概持续了一个星期左右 无人机的出动力还是挺高的 而且都每次出动都取得了挺不错的战果 从这些视频来看 尼军出动的就很有可能是我们外貌型的 翼龙二大型插打一体无人机 因为你看他公布的视频里面有一段就是他是怎么瞄准这个 地面的目标进行打击的 那个无人机的瞄准框那个界面就和咱们翼龙二的那个瞄准界面是一样的 因为在非洲地区除了少量以色列和土耳其的无人机之外 这个大部分不管是在尼利亚在非洲很多地区 大部分这种军用的无人机都是我们中国不同厂家不同型号的无人机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次尼利亚用的就是我们的翼龙二型 而且尼利亚多年来也就是采购了我们这个飞机 很多年前就采购了而且也使用了我们的装备 你比如说就很久以前他就引进过咱们的千七系列飞机 还有五九坦克什么的 还有地面装甲车呀各种武器反正挺多的 因为各种这样那样的武器 他们也确实引进过我们的翼龙二啊 而且呢也是以前有过多次实战的经历 这有意思的是啊 俄罗斯媒体他也报道了尼利亚这一次作战 而中东的一些媒体 你比如说像这个阿联酋地区那边就传出消息说 说这个这次尼利亚作战的时候 俄军呢他是派出了人员全程参观和观摩了整个作战过程 并且呢和尼利亚军方就有关这个无人机的操作 和这个战术等等进行了交流 哎这事啊如果说他真的是这么回事的话 那么俄军他是要干什么呢 他是不是想通过这个实战来研究一下翼龙无人机 还是说对翼龙感兴趣要进行这个实战考察呢 俄罗斯在无人机领域呢是明显的落后了 甚至呢都可以说是出现了代差 因为目前啊在世界范围之内啊在无人机领域啊真正竞争的对手呢那就是中美两家 你就比如说这个翼龙吧这是我们比较早期的产品了 可是你要拿到俄罗斯来说呢那可是先进的东西啊 他们呢当然对这东西感兴趣了 我们当然不可能向俄罗斯提供这一类的武器了 但是你说俄军通过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啊通过这个实战的观摩 他研究学习一下去了解一下更加深入直接的了解飞机的性能以及战术什么的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咱们顺便说一下说这个俄罗斯哎他怎么就跑到尼日利亚去了 尼日利亚跟他这么铁连实战都允许着俄罗斯去观摩吗 如果俄罗斯真去观摩了这件事啊其实也不奇怪啊 这个尼日利亚那可是西非的一个大国要说起来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呢 你比那乌克兰还大乌克兰嘛那么大一个国家四千多万人口吧 他六十多万平方公里这个尼日利亚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 而且尼日利亚人口很厉害的两亿多人呢 两亿多人放在全世界排名那绝对是排的前几位的比俄罗斯还要多呀 因为世界上最多的口嘛就是印度啊中国呀 然后就往下排就是美国了美国三亿多人两亿多人可真算是一个大国 而更重要的是呢尼日利亚它是产油大国啊 它是欧佩克的成员国 它和俄罗斯的关系呢一直是非常的密切 而且在对付美国的层面上啊双方是非常的一致